一對受害人 裡面的內容 其實就是關於一對情侶 剛才他解釋了 可能會有很多問題發生 我想問大家 比如給一分鐘 首先很幸福地 我公司有一個這麼漂亮的小師妹 其實我們每年 新年的時候我們會去 全公司一起吃飯的時候認識 為什麼今次會找她呢 其實就知道她一直都會拍一些平面的廣告 甚至其實她都很想去拍一些電影 既然我今次的MV 不如就找小師妹去幫忙 讓她去玩一下 其實未出現這個MV之前 我已經有留意到師兄的作品 剛好公司又有這個機會 所以就好好向師兄學習 太客氣了這個小師妹 你看多好這個小師妹 才華 又做得運動員 又唱得歌 又英俊 沒得定 多謝你 其實她很勤力 因為其實在片場 她有時候不懂都會去問一下 甚至其實 在當不用她去拍的時候 其實她可以去休息 她都特地留在這裡 去看回現場究竟每個人在做什麼 其實對於她之後去拍攝上 她的確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接下來都 加油努力 好 其實今次的MV 就是想大家可以勾起一些 之前大家失戀的情況下 其實為什麼你們會去想 究竟前任有多壞 為什麼會這麼討厭她 其實因為你曾經有愛過這個人 當中其實我們有一些橋段 可能是一些發洩的橋段 就是你分手之後 扔枕頭 甚至會有一個用來燒相 因為特別好像燒相 我想我記得就是 我們那天本身是 拿一個職員職員 拍完 然後拍了很多張 放在桌面 然後特地選 這張這麼甜蜜 這麼漂亮 好就燒了它 那件事是挺好笑的 因為其實很多人 你可能分手之後 又會去扔了前度送給你的東西 甚至燒了它 其實希望大家可以看完這個MV之後 不要再做這對一對的受害人 可以找一個跟你相愛的人 可以將以前的東西全部放下 可以有種釋懷的感覺 我平背過 誰也不愛 誰也不愛 我平背過 誰也不愛 我平背過 誰也不愛 這個真的很不尷尬 因為我記得 藏起是第一天 我們第一個拍的 剛剛化完妝就馬上拍的 對 一化完妝就馬上拍 對 其實導演跟我們說了 大概要怎樣做之後 其實大家很快要有個共識 也很快能入戲 所以一兩拍就完成 對 然後我們全天 基本上好像沒有哪一個Tick需要多過四五 都不可能這些事情發生 當然啦 當然不會啦 這麼英俊 很難找到這麼英俊的男主角 謝謝 謝謝 又很TickL 他在MV裡面教了我很多東西 會不會令聲音不好呢 師妹 你有參與MV 趨勢就是剛才說過 找一張最甜蜜的照片 然後就 哇 這張這麼漂亮 我們還要欣賞一會兒 和隊員一起欣賞 然後就 好啦 我們就燒了它 超開心 大家一起燒完它 這件事都挺過癮的 還有最開心 最難忘的就是 那天是早收了 我記得 因為太容易過了 全部都很快就已經搞定了 所以完全不需要OT 幸好地 先給大家聽 遊樂場 今天也很感謝我的琴師 阿賢 還有結他手 Brian A 好 是什麼 有些什麼令到大家會吵架 是啊 搶著洗澡 OK 搶洗澡 搶洗澡 好 好 可以的 還有呢 還有 Ciao